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每天都能够涨48点 48点这样慢慢涨 其实也不错了 只是能不能这样子持续下去 上个礼拜五欧美股市又是大涨 你看到人家那种涨法 看了会很羡慕 你看美国大涨 欧洲大涨 这里面尤其欧洲 欧洲股市 德国 英国 法国 这个全部都再创新高 那美国的部分有跟大家讲过 上礼拜有跟大家谈过 我说美国股市半年之内 既然不会升息 那么美国的多头随时都会再动 你看我讲完之后 美国股市已经连涨两天了 因为欧洲已经飙翻天了 欧洲已经又创新高 德国已经创新高到12374 涨幅已经到48% 对于古年10%到现在 已经48% 美国股市目前还在落后的阶段 所以美国股市随时都会冲出去 随时一万八千里一定会给 尤其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美国股市再创新高的机会很大 很大 那当然美国股市这里创不创新高 其实没重要 重要是什么 重要是超级财报 因为陆陆续续的美国开始进入第一季 第一季财报的发布 数据才是重点 数据才是重点 你看上个礼拜五 美国涨最多是企义 企义这家公司大家应该不陌生 美国老牌 而且相当大的一家公司 包含国内的核电厂也是企义盖的 礼拜五的时候企义涨最多 因为企义发布了出售资产 准备退出大部分的金融行业 宣布重整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企义大涨10.8% 那礼拜五表现还不错的 像Intel Intel是还没发布财报 礼拜二明天收盘以后发布财报 可是财报还没发布 股价已经开始来动了 硬开些叮当 3D系统也不错 Sinis 就是神达的子公司 Sinis也是大涨 比较注意的是美光 美光也不错 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特别跟大家谈到 我跟大家讲解惠隆这家公司 惠隆 我说这是一家台湾的一家 集体厂 工厂在竹北 他选择到美国NASDAQ挂牌 上个礼拜三 惠隆宣布调高毛利1% 就光是宣布调高毛利1%而已 当天大涨了快10% 隔天礼拜四又涨了5.7% 2天咬起来去超级15% 涨了15% 记忆体股 你看他赚1.3 本位比已经24.88倍 相较之下 美光反而弱很多 美光在礼拜四也是涨2.5% 可是本位比只有8.56倍 一样是记忆体股 一个赚1.3 一个赚3.2 美光更探极 结果本位比只有惠隆的三分之一而已 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跟大家讲过 美光随时都会继续补涨 你相较于心地 心地也是记忆体股 它是以内的 散存记忆体为主 本位比也是有16倍 所以美光这个都太低了 美光又太低 所以礼拜五美光又继续涨 果然占上28块钱 还是严重低估 那美光的28块钱 记不记得有跟大家谈过 你看喔 这是惠隆 惠隆创历史新高 最新的图表 已经又继续飙 飙到32.5 也是创历史新高 惠隆这段期间是一路涨 本位比25倍了 反而美光比它更赚钱 这段时间 灰隆的气 美光反而是逆势跌的 本位比只有8.4倍而已 只有它的三分之一 比较赚钱 反而本位比更低 所以上礼拜 我特别跟大家谈到 我说美光法人 美国的法人 都把美光目标 含41到50 都在这个区间里面 那图形上面出现了 三度背离 价格一波比一波低 指标一波比一波高 已经在运量反转的讯号 所以上礼拜我说 只要28块钱站上去 只要28块站上去 美光将确认底部出现 确认底部出现之后 美光将进入一个 新的上涨周期 果然上礼拜五 28块站上去 28块钱站上去 那美光28块钱站上去 是不是带动国内的谁 带动国内的华雅科 是不是 会带动国内的华雅科 华雅科跟美光的产销关系是 华雅科所有的产出 交给美光来销售 华雅科的营收 由美光来做核定 所以这种结构之下 两家公司的走势 会出现同步性 美光涨 华雅科涨 你看高点都同一时间 美光回 华雅科押回 低点同一时间 美光涨 华雅科涨 高点也在相同时间 押回一起押回 这次其实美光押回不多 反而华雅科押回 比较多一点 上来一起上来 1月5号 美光这次回档 华雅科跟着下来 可是美光在最近两个礼拜 慢慢在走高 华雅科却因为怎么样 却因为假消息的关系 再度破底 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 礼拜二 传说海力士要投入15兆 韩元盖新厂 我就跟大家讲过 这是假消息 这是假消息 市场刻意放假消息 来打压股价 你要注意 礼拜三又来一次 又说大陆 有六个省要盖低伦厂 我说这都骗人的 这都骗人的 不要叫骗去 不要被骗了 要到36块半 我说不要被骗了 故意放假消息 要压低进货 我特别把华雅科的时间 算给你看 58天 56天 57天 59天 我说他都固定在走 57到59的循环 每一个涨跌 都维持这样的时间 所以注意第59天 各位 上礼拜一直提醒你 注意第59天 到反转前两天 竟然还故意放假消息 来做打压 这是最好的进场时机点 你没有掌握 你没有掌握 你看上个礼拜四 上礼拜四 4月9号 才刚开盘9点1分 华雅科美光上涨1% 惠隆更涨10% 华雅科今日是反转日 站上37.2 确认反转 可以开始买了 你看9点1分 就开始叫买了 9点1分就开始叫买了 上礼拜四 一开盘 站上37.2 那就开始叫买了 当天收还收在36.95 因为当天大盘比较弱 你看礼拜五我怎么讲 礼拜五 礼拜五 4月10号 我怎么说的 华雅科今日开高 碳38元 昨日是最佳买点 反转确立了 将会进入一波 新的多头 维持56到59天的擅长循环 持股报劳 今天华科 是不是大涨了 有没有 是不是大涨了 完全如我的预告 第59天反转 我们37.2买 到今天8个person 8个person 是不是跟我算的一模一样 57 59 59 最好买点 最好买点 今天马上上来 这样 8% 你看今天一大涨完之后 今天一大涨完之后 欧系外资调高华雅科平等 目标48 有没有 市场就是这样 当他在压低的时候 他到处乱放消息 把你吓得乱砍 等到他压低 他进货完之后 行情一拉上来 他跟你调高目标 今天很多人去追华雅科 成交量8万多张 这就是外资的手法 这个就是主力的手法 当然四十八块 参考就好了 参考就好 参考就好 这个参考就好 不要太在意 你不要太在意他 你看上次 宏达店就是这样 宏达店在四百多块 外资一边挠一边划 六百八百一千 涨到一千二的时候 他喊一千六 让你听到忙疏疏 结果一千六我们来 没有嘛 一千二见高点之后 就一路杀了 拔到现在 所以外资的评估 参考就好 不要太认真 不要太认真 反而林德燕 跟大家计算的 五十九天的循环 开始进入一个 五十九天的上涨循环 五十九天是多久 大概快三个月 一个月二十二天嘛 五十九天大概快三个月 这才是比较真实的东西 这是比较真实的东西 所以华雅科 开始进入一个 新的上涨周期 今天台北股市涨四十八点 涨四十八点 涨四十八点 如果能够每天都涨四十八点 也不错啦 现在只怕说能够撑多久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 亚洲股市不错喔 南韩创新高 日本早就已经创新高了 有没有 日本早就已经创新高 涨三十七%了 大陆股市也早就飙翻天了 我们上个礼拜看是七十六% 对不对 大陆股市今天飙翻天了 今天又继续涨两% 今天涨比较多的 香港今天七百多点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上个礼拜香港一个礼拜 涨一九九七 这个数字大家不陌生 对不对 一九九七香港回归 上个礼拜就是涨一九九七 就是上礼拜 那这个礼拜才一天而已 又七百四十三 已经又创新高了 香港股市又创新高了 已经创新高了 你看香港股市 上个礼拜的时候 涨得那么夸张 两天涨了快三千点 今天要创新高 今天要创新高 今天大陆股市更夸张 你看B股又9% 又是一个9% 上个礼拜五标9% 今天又来9% 涨三两天都是9%的行情 连续两天都是9%的行情 连续两天都是9%的行情 你看多夸张啊 涨三两天都是9%的 9%9%这样跳 这个凸显出什么 这个凸显出 大陆的投资人 对于国家的信任 对于国家的信心 更凸显出大陆的投资人 对于整个市场的热情 热情才会让整个市场 涨了燃烧 台湾就是欠缺这股热度 台湾就是欠缺这股热度 跟欠缺这股信任 台湾就是欠缺这股信心 跟欠缺这股热情 你看料只有八百多元 才八百多元 从过年后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全球股市很强 可是台北股市因为没有量的关系 台北股市只是盘局 那说完了台北股市已经快两个月了 都只是三百点盘局而已 很可惜啊 全世界在大涨 我们竟然被量给困住 因为大家没信心 因为大家对台北股市的热情 似乎还不够 所以看着全球股市在飙涨 台北股市一直在三百点里面 可是当全球股市那么强的时候 你说台北股市会有多败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只是大盘无量的时候 重点你不要被指数困住 以个股为主 以个股为主 这个从过年后我就一直讲 重点在选股 避开危险的锁定底部 地盘一笔 高获利 你安心选安心做 你看这段时间以来 年报发布之后 我们用这种方式挑的股票 联军 东朔 淘地 一样大涨 对 大盘虽然只有三百点 可是好股票不寂寞 年报发布出来的时候 我们掌握底部的股票 你看联军 对联军 也是飙了五十趴 对飙了五十趴 我们卖掉一次 卖掉一次 为什么卖掉一次 因为联军有它的规律性 二十到二十二天的循环 你看 二十二天 四十天 上来二十二天 所以先卖一次 卖了一次之后 虽然没有下来 可是掌势也顿化了 所以我们节目叫时间密码 对不对 其实你用心去研究 个股跟大盘 它都有固定的规律性 个股跟大盘都有固定 你看刚刚我们看 华雅科 是五十七五十九五十九嘛 对不对 它走五十七到五十九的循环 那联军呢 联军它就走四十四十 一半二十二天 所以这个地方不要追高 今天联军大涨 对不对 今天联军是大涨的嘛 联军今天大涨的嘛 对不对 不用追 这里还会再震荡 这里还会震荡 到第二十天的时候 第二十到二十二天的时候 这里还会再踩一次底 等那一次再来买就好 东朔 对 东朔的算给大家看啊 二七二六二五 都在走二十七到二十五天的循环 有没有 所以这一次出去 东朔一路飙上来 到第二十四天的时候 跟大家讲 不要追高了 不用追啊 不用追啊 是不是下来了 对 二七二六二五 这次又是一样 我叫你们不要追高 是不是下来了 是不是下来了 这一个下来 从一九八就回来三十几块 那就是三几块钱 那当然也不用追 因为既然他都在走这个循环 等到第二十五天到二十七天的时候再来买 这里会有个底点 所以你用时间周期下去研究 你会发现很多股票 你都可以在关键时刻 买进卖出 买进卖出 在关键时刻买进 淘地也是啊 底部的股票 对上来三十五趴 上礼拜 礼拜是压下来一百三 我说难得压回赶快买 北比才十倍而已 讲完之后又上来 又上来 又大涨上来 这种北比只有十倍而已 只怕不压回 压回都是很好的机会点 压回都是很好的机会点 对 红海也是 很多股票都有它的规律性 你看红海的规律性 十七十六 三十六 十四天 十六天 十六十五 都要走什么 十五天跟十 十五天或十六天的倍数 所以当时在八十五块钱的时候 跟大家讲底部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上来了 那上来的时候 在第十七天 先卖一次 先卖一次 卖完之后 是不是进入 什么不听当啊 什么不听当啊 好那既然 红海十六九天 十五天 七天 十六天 他都在走大概十六天到十八天的循环 那这次就不用急嘛 等到他第十六天到十八天 出某两天哦 剩两三天而已哦 注意哦 剩两三天而已 红海如果再有压回的话 将是最好的买进时机 又将是一个很好的买进时机点 你知道这个市场很多人做股票 会买不会卖 八成的输家 八成的输家 就是很多人 如果想贵 不想贵 不会卖 好可惜哦 好可惜哦 你如果用时间周期来掌握每一支股票 买进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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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股票贷进一定会贷出 对不管是你看不管是红海的做差价 或者你看日月光也是啊 有没有贷进贷出 三百块说要去啊 一路飙上来四七八说可以购啊 25% 卖完之后是不是 就下来了 是不是掉下来了 有没有贷进贷出 所以我经常讲 一天一个便当钱不要去省便当钱 能够掌握住好的进出场时机 跟好的标的 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自身也是啊 上来四七点五 这天 自身 3月24号自身四七点五都出 你看出完之后 当天收到四七点五 一出掉之后 是不是马上杀下来 两天而已 两天而已 四一点七 两天而已 从四七点五杀到四一点七 有没有贷进贷出 昂宝也是啊 底部150买的 一路上来 39% 昂宝 获利全部出清 你看昂宝现在 205 208买 今天剩多少 剩180 而已 一来一回 一来一回 就20块钱了 就20块钱了 所以不要去省便当钱 不要去省便当钱 你省便当钱 不意义啦 去省便当钱 不意义啦 重要的是 你要会买 也要会卖 我给大家承诺 任何股票 带进一定带出 任何股票 我带你进 一定会带你出 我们只做集有股 带进一定带出 上个礼拜五 所有营收数字 已经都发布完毕了 那接下来 第一季财报将陆陆续续出炉 一样化葫芦 用即将发布的第一季财报 我们来找业绩好 股价在底部的 底部标股 等一下我跟大家谈三支股票 等一下跟大家谈三支股票 我们今天推出 299皆大欢喜 299皆大欢喜活动 不是精品不出手 林何彦为你严格把关 底部进场风险最小 利润最大 给你小个短话最大的满意 299皆大欢喜 打带进来问 观众服电话 进入广告休息 马上回来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队团队 轮员投顾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洗买动 选择轮员让您财富轮员 理财新革命 投资新革命 理财新革命 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队团队 轮员投顾 再订购一年52期 只要8188 加赠8期 加量 補加价 详情请洽 订购专线0223926680 0223926680 将游艇变建筑 碧潭水岸 捷运景观宅 双水欢 29131333 欢迎到现场 刚刚跟大家谈过 大盘跟个股 其实它都有它固定的规律 你只要能够把这个规律掌握住 其实你操作起来 可以很轻松的 就像华雅科 有没有 华雅科的规律是 59到57天的循环 联均 是20天的倍数 39天 40天 21天 所以不用追 等它下来买点就会出现 东硕是25天到 大概是25天到27天 27 26 25 建高点压回 大概在25到27天 还会有个低点 所以不用急 鸿海 固定就是大概16天 都跟17天 16天 15天 7天 一半 16天 18天 大概剩下两三天时间而已 这两天鸿海有压下来 注意喔 另外你看喔 今天友达涨涨3% 今天友达涨3% 群创今天涨3% 面对 面对 注意看喔 即将出现大波段的反转 你看群创 群创 32天 16天 32天 17天 是不是都在走16天或17天的倍数 所以当时在第17天的时候 当时在第17天的时候 我们17块钱买 赚了62% 就下来之后 是不是16天 又一次34天 结果这次34天之后 没有上去 继续盘底 注意喔 他这次上来 总共64天 16加32加17 64嘛 64这次上来 32 34 再扩大一倍 最近剩下 最后两三天时间 第62天跟64天 将会形成反转 好 这是群创的部分 特别注意 这次反转出来之后 又是一个大的波段循环 现在指标在抵挡 尤达也是啊 你看尤达 我们在18.6卖 对不对 为什么 33天 16天 30天 16天 是不是在走16天的倍数 所以当时在这里卖 卖完之后 下来33天 反弹 结果反弹之后 又继续盘底 代表 他要走double 这次上来62天之后 33天再扩大一次 最近注意哦 62到64天买点 这里一反转行程之后 将是一个大波段的起涨 将是一个大波段的起涨 所以尤达群创 今天纷纷大涨3% 不用追 注意大波段的反转时间 时间不够 今天还有几支股票跟大家讲哦 注意这支 我上礼拜跟大家讲过 生计股 这种赔钱公司 都可以涨到300多块 最重要是这一档 最赚钱的生计股 最赚钱的生计股 连续三年都赚10块钱以上 我们去礼拜五 再160 今天开始动了 这个都开始了哦 北比才11倍而已 北比才11倍而已 另外一档 自协厂都飙翻天了 最赚钱的协厂还在底部 跟最赚钱的百货公司 也在底部 这些股票不要错过 299皆大欢喜活动 给你修个大碗还不安你 广众有付电话 打蛋进来 跟上我们脚步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对团队 轮员投资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席买动 选择轮员让您财富轮员 服务专协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对团队 轮员投资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席买动 选择轮员让您财富轮员 服务专协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对团队论员投资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席买动 选择轮员让您财富轮员 服务专协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财周刊与赢家日报 hold住属于您的机会 现在订阅私奇理财周刊 加一个月赢家日报 只要3288元 更多优惠方案 请立即拨打客服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02239269 970321480 02238 345718 4455 5455 445680 4468 8454 5455 545680 1014 545680 54619 345680 1014 1015 1016 1115 1015 111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